侯思义是《心动的新号6》以来思想维度最单一的女嘉宾 她的生活状态主要以甜为主 用酸甜苦辣咸来描绘的话 甜的部分无疑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心动的新号6》最后一次约会日 孙静君与侯思义一同登长城 躺在长城上 看夕阳 画面显得浪漫而为美 入夜后 孙静君开始与侯思义探讨更为深层次的话题 孙静君询问侯思义是否想过离开小屋之后的生活会怎样 侯思义的回答带着一些不确定性 她说会像吧 这个回答中的语气词透露出 她并不愿面对离开小屋这一现实 让啊 时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这使得她不得不考虑这个现实 随后 侯思义打断了孙静君的下一个话题 表示自己聊到这些事心里有些难受 感到难以呼吸 这可能意味着她对于小屋里美好生活的结束感到极度不舍的 这里的友情 爱情都是如此甜蜜 使她无法想象离开这些以后的生活 孙静君指出未来实在哪里都是不确定的 并询问侯思义对此的看法 这明显是在询问侯思义对未来的规划和两人的关系有何看法 因为侯思义曾说过要出国 这对于两人的关系来说 无疑是不利的 如果他们真谛确定了恋爱关系 那么可能会面临异国恋的局面 这将使他们的恋爱关系更加艰难 然而侯思义只是表示自己想过这个问题 并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意见或态度 孙静君对侯思义表示理解 并表示没关系 他们还有时间 侯思义开始表达自己的感受 他认为自己的世界就像梦幻泡泡一样 他不知道这些泡泡何时会破裂 或者他们会一直包裹着他 实际上小屋里的生活就是他所想要的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 侯思义谈到了他对亲密关系的理解 他不同意大家普遍认为一对情侣相处久了会变成战友或者朋友 然后荷尔蒙会慢慢消失这一观点 孙静君想了想 表示他可以好好的待在梦幻泡泡里 他会守护好泡泡里的他 孙静君一直都很坚定 而且浪漫 但是侯思义没有回应他 他知道今晚的谈话让他感到了压力 侯思义最初否认感到压力 但随后承认确实有一点 孙静君继续表达他的立场 表示他会勇敢面对这一切 不会逃避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他坚定太多的回馈却是侯思义的脚趾蜷 孙静君解释这是因为走路太多的缘故 说完脸色凝重 下意识地叹了一口气 反应过来后他解释是深呼吸 但是谁会听不出叹气和深呼吸的区别呢 人在表达完观点后得不到回应时是会叹气的 看完两人夜聊 真的无语了 两人面对面聊天都不算 侯思义一直是侧身坐着 说话根本不看孙静君 从姿势上可以看出他抵住深度交流 孙静君真的很好 他会回应侯思义的感受 他想一直待在梦幻泡泡里 他就当他的骑士 守护他 可是侯思义完全不回应孙静君的感受 最后孙静君以一声叹气收尾 可见有多失落 其实孙静君很想知道 侯思义怎么看待目前两人的关系 以及后续的可能性 巴基拉 他从未明显表达过对孙静君的感受 也从未回送过礼物 面对孙静君的深度话题 他只想逃避 哪怕孙静君从始至终一直坚定地选择他 侯思义真的该好好想想怎么回应孙静君了 在某个小屋里 22岁的侯思义和24岁的范依兰成为了室友 两人性格迥异 但却有一些共同之处 比如都很好相处 让啊 他们对待感情的边界感却截然不同 侯思义是一个性格开朗 毫不拘束的女孩 她似乎从不考虑孙静君的感受 与此不同 范依兰在确定了心动对象王凯之后 开始划清界线 以避免让他感到嫉妒 一开始 侯思义心动的是侯卓成 但后来他逐渐发现与孙静君更合拍 于是他的心动对象也悄然改变 让啊 那个晚上 侯思义却接受了侯卓成的邀请 两人一起前往甜品店庆祝离职 侯卓成为侯思义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蛋糕 而当他许完愿忘后 他们一起回到了小屋 602号市的室友也分享了这个蛋糕 孙静君得知侯卓成为侯思义举行了 如此精心的离职庆祝活动后 心情大受影响 显然 侯卓成对待侯思义离职的态度远胜于其他人 然啊 侯思义却将其中一张券退还给孙静君 这让孙静君感到有些无奈 也许他有一种预感 侯思义可能还会与侯卓成有一次约会 侯思义的一系列行为表明他对感情没有明确的边界感 如果他真的钟情于孙静君 那他应该拒绝其他男性 考虑到孙静君的感受 但侯思义似乎像他与侯卓成第一次约会时所说的那样 有点毫不在意 无法深入体察他人的情感 因此 他对待感情的边界感似乎并不明确 首次约会时 范依兰和卢可之间有一些互动 笑声不断 但那时的范依兰尚未确定自己的心意 他仍在了解其他人 而不仅仅是王凯志 然而一旦他确定了对王凯志的感情 他的边界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一天晚上 王凯志和范依兰独自在厨房包饺子 范依兰穿着吊带裙 毫不掩饰自己的魅力 范依兰一边整理冰箱里的东西 一边与王凯志聊得不亦乐乎 这时 卢可突然闯了进来 表示要拿点食材 并开始朝冰箱走去 他完全无视了卢可的存在 一直注视着王凯志 表达了明确的意愿 最终 卢可只能黯然离去 范依兰的一系列举止 引来了众多网友的好评 称他为女得模范生 从他的行为可以看出 他是一个非常有边界感的女性 而他对王凯志的态度 既是确定也是尊重 有些网友喜欢侯思义 认为他纯真善良 因此不愿意拒绝侯卓成 这种观点或许没错 但他的不拒绝 也是一种没有边界感的表现 这并不矛盾 对方的感受 女生也可能对男生 有同样的倾向 孙静君显然是属于前者 他对侯思义的偏爱 表现得很明显 而这种偏爱是积极的 每一次他的付出 都伴随着一种 我的全世界只有你的感觉 相比之下 侯思义明明知道 孙静君会因为他频繁 与侯卓成互动 而感到不开心 但他总是选择性地 忽略这一点 这对孙静君来说 显然不公平 当然 侯思义和孙静君 还没有正式走到一起 所以侯思义 还有选择的余地 但现在 他几乎没有再选择 其他人的可能性 否则将变得非常混乱 侯思义和范依兰 年龄相差不大 但对待感情的边界感 却截然不同 一些人可能喜欢侯思义 认为他单纯善良 但也有很多人 可能不喜欢 他对待感情的方式 在爱情世界里 拥有边界感的恋爱观往往是最甜蜜的秘诀 就像范依兰和王凯志一样 互相尊重 互相理解 拥有明确的边界感 才能让更多人羡慕和向往真正的爱情 互相尊重